我们来看到纽约时报 两位美国外交官员在两个礼拜之前 在夜门首都一间理法店枪杀了两位 要绑架他们的夜门武装平民 而最新的消息是 夜门官方表示这两位绑匪跟凯达组织有关 不过呢这次行动是有预谋的 还是临时起义则是目前还不清楚 不过当天在理法店附近呢 确实是有听到枪声 而且一个绑匪是手拿了AK-47来福枪 另一个则是拿着电极棒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华盛顿邮报 乌克兰东部的反叛分子希望 就算国际社会不承认这个乌东城市 身为独立政府的合法性 但要认可他们这次的起义 分立主义分子认为举办公投 是用政治途径来展现 人民对于行动的支持 不过呢选票却可能同样 让国家更加的分裂 因为一来公投呢不被基辅当局给认可 二来公投的意义在选民之间 也有不同的诠释 所以我们来看到的是 国际纽约时报 2001年6月一家叫做 NASPRS的南非媒体公司呢 它花了3400万美元 来买了大陆一家创业公司的股票 这家公司就是腾讯的 不过呢 现在腾讯已经是一间价值约1200亿的网路巨头 就连ebay跟yahoo都被远远抛在后面 所以现在呢 像是NASPRS的国外投资者 就是大陆网路市场的最大赢家 这家公司就是大陆网路市场的股票